一句佛号念道地这是专修 光学深入是戒门 专修这是行门 戒心相应 那个不戒 不戒只要有善根心 对尽宗一无所知 叫他念他就老是念 叫他相续他真理就不断 善根深厚 善根是过去深中培持的 生生世世绝不是一世啊 《弥陶经》上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神必苦 这说明只要是念佛往生 决定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 就散度我 这个散度往往自己不知道 佛知道 你往生到极路世界你就知道 那么从极路的他知道 他学了很久啊 学了很多年了 在经教里面得到的信息 他相信不 不怀疑了 这个自己清楚 但是行门完全像头 还是要专修 专修即是宗旨 宗一切法 持一切意 无过于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真的是 是宗一切法 持一切意 也就是行门最高的纲领 这个一修一切修 一句佛号 无量无边法门 行法都在其中 这桩事情 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真知道了 他能不干吗 真知道的 他能把时间浪费吗 绝定不肯 我们看到最典型的 最好的榜样 就是阿公阿婆 一天到晚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满面笑容 满面笑容 欢喜 他们有烦恼 他们有忧虑 他快乐无比 快乐从哪里 从念佛来的 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快乐 尝到法味 来 凡是念佛 念得没有欢喜 念得很辛苦 那都是不如法 都有障碍 心地不清净 还有妄想 还有杂念 才会产生这个现象 如果念佛的心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决定是欢喜 入这个境界 日巴不能 你叫他不吃饭 行 你叫他不睡觉 也行 你叫他不念佛 不行 人在这个境界 他怎么会不往生 肯定往生 而且肯定 平位很高 深圳唤醒自己 这个自己是真我 不是肉身的我 是我们的灵性 念念 不离本尊 本尊是阿弥陀佛 自己跟阿弥陀佛 融成一体了 那确确实实 其如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